大家好爱吃鱼的小猫君又和大家见面了 CP是一部剧最好的医美 这句话放在韩剧里也成立 金秀贤金志愿主演的《眼泪女王》 开播后热度就一路高开风走 最终以24.9%的收视率超越爱的迫降 成为TVN历代第一 更热度呈反比的则是这部剧的口碑 如果说前两集里的《新转霸总》和《交付文学》上有几分新鲜感 那发展到中后段完全是韩剧老梗大杂烩 绝症 失忆 车祸 坐牢 甚至还有枪战 《与王家族》成员智商从始至终都是剧情一大bug 但看到最后一位剧本bug实在太多已经无人在意 主角团取得胜利全靠反派良心发现 男主百优贤不是外星人胜似外星人 刚出完车祸就马不停蹄赶去救女主 为女主挡枪后短暂昏迷后 还能神采奕奕地帮女主家打官司 锦绣贤行你十年后归来仍是超能力拥有者 受官后《眼泪女王》被网友扒出是14年前的剧本 虽然故事在这期间必然经历了很大改动 但也侧面印证了整部剧给人的老套观感 在一片癫剧的吐槽声中 只有主演在美美上分 金秀贤大爆剧加一 戏题百想世地提名 稳坐电视剧圈一哥 精致怨人气 秦光 商业价值全面飞升 多年耿云终于开花结果 不管是戏里的白红CP还是戏外的双金CP都收获了大把粉丝 从剧中的PPT文戏到剧外金秀贤看金志愿的眼神 都被科学家拿放大镜主针品鉴 成功的CP总是相似的 失败的CP各有哥的难克 《眼泪女王》烂归烂 却给其他偶像剧CP提供了一个可攻借鉴的案例 偶像剧CP究竟怎样才好客 其一剧情 《眼泪女王》的剧情发展乍看癫狂 但如果认真推敲 会发现基本上所有情节都是为男女主角的情感递进而服务的 观众上一秒还在为剧本之离谱大跌眼睛 下一秒就会被男女主之间的深情戏码吸引走关注客生客死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会成为这部剧的乳追粉 从这个角度看 《眼泪女王》几乎没有无效剧情 《眼泪女王》剧情的烂 显然是编剧精心设计编排过的烂 每集都是按照虐点加搞笑戏份加关键剧情加糖点的配比推进的 第十四集 女主不愿接受手术是虐点 惨听吃醋是搞笑戏份 车子被撞是关键剧情 手术前女主被男主搂在怀里是糖点 第十五集 女主失忆不认识男主是虐点 女主跟踪男主和鼓舞感情线是搞笑戏份 召回日记本是关键剧情 看着日记本回忆过往是糖点 作为一部麦老剧《眼泪女王》真正贯彻了爱情至上 通过各种方式不断给男女主的感情增加砝码 即使为此牺牲剧情和理性在所不惜 况且 一手打造出多个爆款的朴志恩 其实非常擅长留学念和制造反转 一第十集剧情中 男主妈顺着掉落的叶子来到女主房间 不小心听到女主和医生的电话 得知女主患了脑癌的剧情为例 这么平平无奇的一场戏 编剧为此铺垫了多少伏笔 首先 女主的房间门口为什么会有叶子 几次 之前对治疗并不是很积极的女主 为什么会这时候打电话询问医生咨询病情 这些问题的答案一直到这一集的后继中才揭开 男主和女主争吵后 心情不好去找大哥喝酒 最后数叶子 他喜欢我 他不喜欢我 一路数到了女主房门口 在门口留下我爱你的表白后 才会到自己房间 听到表白的女主求生一直变强 第二天才会一大早给医生打电话 而男主就叶子的习惯 是第一集里编剧就铺垫过的情节 只不过那时候男主问的是要不要离婚 不管是情节上的配比公式 还是细节出的小巧思 反映出的都是编剧在创作上的精确 即了解自己的核心受众 把握最核心的诉求 而这恰恰是很多国产偶像剧最欠缺的 其二演技 剧情越癫狂 越能体现演员的信念感有多强 饰演男二的演员朴承勋 曾经也不禁发出疑问 我也怀疑过编剧 怎么会想到这种剧情呢 而金秀贤和金志愿 恰好都是能让离谱剧情成立的演员 简七男主人设上的一大雷点 是在得知女主绝症后 第一反应是庆幸自己 可以从这段婚姻中脱身 后面甚至开始盘算女主的财产 金秀贤在这里采用了略带喜剧色彩的表演方式 再加上窝囊人夫的形象 才让这处剧情没有过多 引起观众不适 发绞成舆论危机 后期剧情走向各种英雄救美 制斗犯派或是对打恶人 男主几乎场场高光 还有被错认成男二这样表演空间极大的片段 对比之下 女主的戏份则工具又被动 金志愿在她相当有限的戏份内 设计了很多灵动的小表情 比如示意后面对就瞎属时的小傲娇 再比如面对男主时不受控制的心动 类似的表演细节 极大丰富了人物层次和剧情可看性 各种为虐而虐的类点 也是男女主在用演技强称 建议眼泪女王更名为双金演技大赏 从太阳的后裔到爱的破详 大爆Melo剧中男女主假戏真作已有先例 既然双宋可以 双金为什么不可以 更何况男金和女金都属于基本零绯闻 形象正面 路人远好的演员类型 从上文提到的演技到颜值 再到性格 谁看了不说一句好配 在拍戏现场 金秀贤金志愿抱在一起看剧本 花絮堂 这画面简直甜到掉牙 此前金秀贤还被拍到剧本上有金志愿的贴纸 大家都以为他会避嫌 没想到他直接晒合照 真是太赶了 金秀贤和金志愿的演技和颜值都堪称般配 他们在《眼泪女王》中的表现也让人印象深刻 除此之外 金秀贤与金志愿为了拍摄一场躺在床上的甜蜜蜜戏码 两人就这样在床上盖着被子等待拍摄 当制作团队出声表示 为了让两人感到温暖 还特地帮他们准备了电坛时 金志愿看着专门拍摄幕后花絮的摄影机 笑道都拍下来了吧 我们摄影团队就是这么心思细腻 金秀贤则是故意在一旁开玩笑说 你在说我吗 让现场气氛变得更热络 紧接着在等待拍摄的时候 金秀贤已搂着金志愿的姿态 两人一起看着同一个剧本 更让网友看得超级星空 字幕还打上 正在准备拍摄就这样躺在一起看剧本的白红 不仅如此 两人还一起躺在床上 看手机拍下来的画面 亲密的姿态要说两人是真实情侣 也都会有人相信 尤其在金志愿因为台词太长RNG时 金秀贤快速帮他道歉的样子 也吸引了众人的关注 网友们看了影片 更是手脚全躯 他们两个是真的有在交往吧 看戏看到希望他们成为现实情侣 真的是我生平第一次原本没有那个意思都要培养出来了 这样相处还没有培养出感情才更奇怪吧 可以这样等待拍摄 两个人应该都没有对象 而且对对方都有意思才有可能吧 拜托两个人交往 还有金志愿金秀贤前后脚更新动态卡点堂 还有对标一些真夫妻真情侣的同款堂 让CP粉圆个梦怎么了 金志愿曾经说过她是金秀贤的忠实粉丝 在采访当中她也毫不掩饰她的亲心 在100分的默契中她给了她200分 称她为她的完美拍档 邦尼这个样子是真爱上了吧 网友们纷纷留言表示 两人看起来非常般配 甚至有人认为她们是一对真正的情侣 最后浅浅催一下地设吧 秀兵们的幸福就看你了